如果能夠做出一些成績來的話 什麼時機都是好的時機 共軍為台軍演敏感時刻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鐵了心要扮演兩岸溝通橋樑 率團訪問中國 原來背後黨主席朱立倫也推了一大把 不必想要運用這種方式 任何的方式來破壞 來傷害甚至抹紅 不過黨內排山倒海而來的反對聲浪 就連一直以來政治色彩偏藍的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前理事長李萊希 也不認同 質疑國民黨以為自己還在執政嗎 派代表團協助台商 這是當下在野黨該做的事嗎 兩岸關係如此緊張 實在想不透 此時此刻去中國大陸做什麼 這頂紅帽子戴上去剛剛好而已 當民進黨打上抗中保台 這一支大旗之後 整個血戰的焦點又將被模糊了 黨中央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如果一直都有這樣子的落差的話 我覺得大家在做起站來 都會非常的累 難怪小雞擔心會衝擊年底選情 因為黨內市長參選人 也得被迫跟著接招回應 民進黨就是不抹紅不抹黑 就不會選舉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面對對岸在今年的上 這個關鍵時刻 其實出訪這樣的一個行程 其實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南英市長參選人小心回應 就怕議題發酵自己跟著失分 但民進黨也沒放過機會落井下石 如果這是共產黨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 對外敘述一個訊息說 兩岸還有溝通管道 那國民黨為什麼要配合演出 選在中共軍演兩岸情勢 如此敏感的時機 國民黨堅持是為了台商與全民利益 但正當性在哪年底勢必會遭選民檢驗 金新聞陳彩 陳志宇採訪報導 沈耳民谷 對抗議題 有鎮权 嗯 嗯